大选战线拉拔到海外 双英阵营除了拜会美方官员 也频频奔走桥界 接受外媒的专访 期间释放的两岸走向论点 持续的在台湾内部发酵 而目前两方的媒体民调差距 大约维持在8个百分点 双英阵营海外拼场 蔡英文谨守台湾共事 但被媒体问到 选项是否包含统一时 他已不排除回应 马正英的金普聪 则释放两岸政治对话 与和平协议的讯息 让总统府紧急澄清 对此前副总统吕秀莲说 政治人物对着自己人 不讲心中话 一碰到美国人都掏心掏肺了 这个也是反映说 我们就长期生活在不进正常的状况 Wikidix或者是黄美 大家回过来还反省 如果台湾要有国格 我们政治人物是不是也要 以外要有分的 双方海外言论 也牵动国内政坛神经 纵观两阵营访美期间的民调 苹果日报调查 马屋配以42.59% 领先英家配8.67个百分点 而联合报民调 马屋也以46% 领先英家7个百分点 较上个月的民调差距缩短 新闻人也在电视 成为魔前真 台湾台报道